下面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控制器 在命令航空具的下面 我们可以使用 Arison这个命令 去创建这个控制器 用Controller这个命令的 Make这个方法 创建的控制器的名字 叫做NodesController 然后打开App这个目录 找到Controllers这个目录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 我们刚才创建的 这个NodesController 那么在后面的视频里 我们会回来继续的 去修改这个控制器 下面我们需要再去 添加一条路由 在App这个目录的下面 我们找到Routes这个文件 这个路由用的是 Resource类型的控制器来处理 路由的地址是 API-Nodes 对应的控制器是 刚才创建的NodesController 保存一下 最后我们可以找到 之前创建的 那个Backbone的应用 把它放在 Lero框架里面的 Public这个目录的下面 这里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再回到 Lero这个框架 打开Public这个目录 粘贴过来 下面我们可以再使用命令 去启动一个Web服务 输入P2P Artisan Serve 这里出现了一个错误提示 应该是我们的那个路由出现了一点问题 在这里 我这个控制器的名字的周围 我们要用一组引号 保存一下 再回到命令行的工具 重新的再去运行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地址 去打开Lero这个框架了 那么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Lero框架的首页 在后面我们再加上一个 斜线Backbone 斜线Index.html 打开的就是那个 Backbone应用的首页 也就是在Backbone这个目录下面的 Index.html